我都跟你说了 我跟他没有关系 你要不多此一举吗 少跟我装 你跟罗畅一直有联系 是 我们是有联系 但是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跟什么 你妈吃的盐 可是比你走的路得多 你柜子里放着那些 包装精美的垃圾袋 擀面杖 都是罗畅送你的吧 你怎么翻我东西啊 你说我闺女翻你东西怎么了 我要是不翻你东西的话 我还不知道你跟罗畅有联系呢 我可警告你啊 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今天我让那小子来 就是提醒他 让他离你圆的 还有 我必须给你瞧瞧警察 罗畅虽然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是 人往高处走 人往低处聊 你不能越找越差啊 我怎么就越找越差了 那张网怎么啦 那张网怎么啦 这啥 我做的有点隐私权吧 你是我闺女 你在我这儿没有隐私权 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我 我哪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怎么最近越来越漂亮 行了 别装了 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你一直憋着呢 想问我 是不是想带杨阳出国对吗 我呢 我还是有这个打算 张网那边的条件你也知道 今天你也看见了 杨阳吃饭还在看动画片 这哪像一个有家教的孩子呀 哎呀不是 这些小事啊 你也别给孩子上边上下了 你说你平常吃饭的时候 不也有时候在那儿追剧嘛 那我能一样吗 我是大人呀 现在杨阳正是性格形成的时候 非常关键 不能让她养成坏毛病 问题是 你要真想把杨阳接过来 那张猛能愿意吗 他有什么不愿意的 那都是为杨阳好啊 为杨阳提供更好的生活 和学习的条件呀 可是杨阳从小跟她爸长大 人家俩人那么好 你这不有点横刀夺爱吗 我看不是张猛不愿意 是你不愿意吧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呀 你看我这么喜欢杨阳 你都看到了 再喜欢也不是亲生的 反正我的话早都说明白了 我这辈子是不会再要孩子了 我只能有杨阳一个孩子 不是 你要是不想让杨阳 跟我们一起出国 那我就不去了 那你也不能说你让我爷子去 那你也不能说你让我爷子去